大家要了解,因為將來如果你要列印出去的話 常常會有同學遇到問題,什麼問題呢? 因為你要列印的名冊 這個名冊如果你要列印的話呢 你可以從 這邊檔案裡面會出現一個列印 但列印的時候你會預覽列印一下 列印的時候呢 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可能你們校長會說 我列印的時候上面這個東西不要印 這個不要了 OK,那第二個的話呢 他說 下一頁,比如說兩頁,第一頁,第二頁 你會發現第二頁會有個問題,什麼問題呢? 上面這個地方沒有標題列 有沒有 那如果像你有更多頁的話 你會發現上面全部都沒有標題 你們老闆或你們校長說 為什麼上面都沒有標題 你還跟他講說,沒關係,翻到第一頁去看就好 他會覺得說你真的太不專業了吧 OK 明明可以做到 但是 應該是你自己的問題吧 你要列印的時候上面一定要加上標題 才對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題實際上就是 要你能夠正確的把結果列印出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學 不要學一半 盡量是還完整學 題目裡面怎麼要求 我們怎麼做 所以接下來的話來看一下 題目裡面要求說 第一個 請你把 A6 到 I的 62 給他一個名稱叫學生名測 範圍名稱怎麼制定 第一個 A6在哪裡 A6在這裡 然後 在I的62在哪裡 在最下面 在這個地方 62 看一下 我們剛好手做了一個動作 我們是不是好像還有 第四好像漏掉了 第四應該是什麼 這個有講到 這個有做 第三沒做 等於剛剛這個地方 那要做什麼 Average 平均 然後呢 一樣要做這些相關的 包含字 體 跟初體顯示 背景的話 變成要 成色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第一個 如果做那個平均 他說從哪個地方做平均 F到I F在這裡 到I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平均應該知道在哪裡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在常用的 上面這邊就有了 這邊有一個平均值 那你只要把游標先放在 F的62這個地方 然後呢這邊有個什麼 平均值 或者你 找那個插入函數裡面有Average 其實結果會是一樣的 可是從這邊稍微比較快一點 你就按這邊 平均值 然後他問你說 是不是上面這一塊資料 是的話你就打勾 好 那其他的話呢 請你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格式 這個把它向右填滿 他就全部 通通 都出來了 不過你會發現 平均之後的話 奇怪 為什麼格式 因為如果你向右拉的話 他會按照 這個的格式 順便帶過來 所以怎麼辦 你變成 你要把上面這個格式 帶到底下來 那怎麼把格式帶來 你可以複製格式 複製這個格式刷一下 有沒有 他就跟他一樣 這個的話 把這個格式刷到這邊 所以刷一下格式 刷到這邊來 這個格式呢 再複製一下 刷到這邊來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 比較 可以 試一次 不然你向右拉 全部都 一樣 OK 那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格式 他說要做什麼變化呢 他說要做 把他的 式體改成這個 然後 初體 背景變成 橙色 OK 所以我們第一個把這個 四個一起選起來 然後找到我們要的這個 A開頭的那個字形 OK 所以往下 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初體 初體本來就有了 所以不需要動 第三個的話 底色變成橙色 橙色是這一個 所以把他橙色填一下 OK 這樣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 主要 必須要特別注意就是 選這個之後 複製他的格式 用複製格式 再點底下一下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做第五項 A6 到I的62 所以我習慣是 Ctrl Shift向右 選到I藍 再Ctrl Shift向下 選到62 應該是到 62 我看一下他題目是 62 61 如果是62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再往下 62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 不過還是 Ctrl Shift向下 容易漏掉 那就這樣子 點A6 然後再按 Shift鍵 去點I的62 Shift鍵按住 這樣會比較精確 OK 再來的話呢 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範圍名稱叫 學生名測 那如何定義名稱 記得喔 請你把範圍選起來之後 找到他的 左上角這個叫名稱方塊 請你在這裡面 輸入一個名稱 這個叫學生名測 學生名測 你輸入完之後記得按Enter 他就把這個範圍叫做這個名稱 Enter 好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進到那個名稱裡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選的話這個名稱 或者是公式裡面有一個名稱管理人 也會出現 這個是他的名稱 下面就是他的範圍 這個區塊 如果是 A6到 I的六順表是沒有問題 OK 好 再來的話呢 列印我剛剛講那個問題 印的時候 如果 不要 印到上方的資料 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看一下這個題目 題目有說 列印設定 兩個要求 第一個的話呢 列印範圍就是學生名測 意思說呢 我印的範圍 只要印那個A6到I的六十二 OK第一個 列印什麼呢 標題 標題特別之余 就是我剛剛給各位看到 你第一頁有標題 可是第二頁如果沒有標題的話 那你記得 一定要列印什麼 標題列 給他 不然的話呢 他 就沒辦法列印證 所以我們來看怎麼做 再來的話呢 我們 如果要列印的話 記得 要從哪邊做設定呢 記得在 版面配置裡面 那我的習慣 如果你要列印的話 找到版面配置 我習慣是 點選這個箭頭 從這裡設定 會比較完整 OK 只要找個有點像一個小機關吧 如果你這個機關找不到的話 我看你這個也很難把 這個正確的 可能你老闆要的東西給他 特別之余 列印一定要 學好 不然的話印給他 他一定 跟你說奇怪什麼 該有的都沒有 那點選這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要設定的部分 當然你可以看一下 橫印或直印這邊可以 或者調整成一頁 等等的 那我們主要是 從 這裡面的哪個地方找到 我們要的 其實它兩個 兩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 請你切到 版面配置的這個箭頭 第二步的話 再找到 這個 工作表 所以 123 然後呢 找到什麼 列印範圍 把這個列印範圍上面 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學生名測 第一個 所以他的第一個問題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呢 標題列 不是這個 應該是上面這個 標題列 給他什麼呢 就是第六列就可以了 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列印範圍喔 請你 按一下 F3 F3的話呢 其實就是呼叫 我們名稱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名稱 他會列出來 那這是我們這邊只有一個 所以你按F3 他把學生名測 帶過來 所以只會列印 A6 到 I的62 其他不會印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標題列 顧名思義 列的話是選一整列 那如果我要標題列是這一列 第六列 所以記得喔 請你把一整列選起來 意思是說你要移動到 這個最右 最左邊的那個6的地方 再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顯示出 有沒有 從第6到第 前面有前的符號 固定是第6列 好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 把它按個確定 所以這個跟這個 這個是第1體 這個是第2體 按確定 當然我怎麼知道對還是不對 很簡單 請你再點檔案裡面的列印 你只要看到 第一個喔 上面的範圍是否正確 上面是不是沒有多餘了 對那個不見了 因為 他不是A6 A6以上的都不見 第二個的話請你把 頁數從第1頁 跳到第2頁 如果第2頁上面也有這個東西 那恭喜你應該是正確的 下一頁 有沒有看到 上面這個也出現了 那也說以後啦 如果你頁數很多的話 每頁都會有 這個很重要 還是很多不會 印出來 竟然上面沒有標題列 我都覺得傻眼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變成說你還要再設定一次 所以特別注意 列印的部分 機關在哪裡 在這裡 這邊有個小小的箭頭 再點那個工作表 把這個跟這個做變更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請各位把這題 試著完成 那這一題的話 一樣 把它存檔 存成 另存新檔的話 存成 202A 202A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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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